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桥是哪年修好的 就这个桥 这个桥是哪年修的 哪年修的 你知道不 哎呀 这个好休息 你是正好看鞋子了吗 我看了半天好像没找着 正好有了 这就是 玉光阴 玉光阴 玉光阴是什么 玉光阴 也是个老庙 上面这段还是庙 那个是什么庙 那个三黄爷 三黄爷 三黄爷 对 对 这个杯子是 修桥的杯子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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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山县龙泉寺 佛祖开光信典通告 对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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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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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 这边山上 我在陕北镇川的这一地界 接连看到多处正在修建或者修善中的庙里 农民建庙 修庙 是在手头稍有宽裕时 中国农村 近年里的修庙风鼎盛 而农民修庙 又多与求神问一 不无相关 那你们 你们村的这个风水好呀 挨着这么一个佛教圣地 是吧 玄空寺 对吧 紧挨着 应该说你们这村里风水好 这个在文化革命的时候 把这破坏了 一会破坏了 因为最后 结束了不管了 你说玄空寺文化革命被 拆毁了 就这个 原来 破坏了 那个庙都烧了吧 一会儿烧了 你 你将天我跟你说 你爸爸你就 住在这个庙里边 生下可多了 农村合作医疗 是近年来实行的一种农村新型医保制度 坦率说 这该是农民问医的真实之路 而农民究竟怎样在享受这一制度呢 这是本篇的关注 是镇上来的人 是镇上来的人 来一个 来这个破一海量 问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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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铁匠 你把那个再写一下 那个这个 孙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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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铁匠孙铁匠 让人家都知道 是吧 那这个村子叫什么村 忘了 叫铁匠 有的这个是捏鸭了 那是普通 我们这个地方就叫铁匠了 对普通话叫 但是俗话就叫铁匠 是吧 普通话就捏鸭 没错 到春天就退车子 卖刀子 剪子 斧头 还有锄头 就农具吧 农具 哦 你等于从铸子上 从县里 或者从哪批来批发一些 嗯 然后到这儿来再卖给大家 是吧 哦 赚点中间的差价 就在这个破烂里边买它 哦 就是收破烂呢 哎 收破烂里买它 回来自己 我是个加工 我是铁匠 修理修理 是的 嗯 是的 反正一样能用 就便宜 是吧 那冬天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体力还行吗 能打铁吗 嗯 现在能打铁吗 身体 可以 还可以打 嗯 打了多少年 哎呀 打了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哦 那这辈子就靠这个养活 是吧 嗯 有儿女们都大了 儿女们都大了 有没有在外边参加工作的 都在本地 都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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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又受苦去 因为这个加害 对 加平 对 加平去 就念书 最后就又成了受苦人了 嗯 对 那现在孩子都在农村 是吧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打工了吗 他们孙子可以了吧 哦 孙子现在就是可以上学了 是吧 可以慢慢终于上大学 走出去 参加工作 孙子 你这家电子不走 我把你送上 送到这个地点 那现在呢 对 你做大概就是落策了 我这个哈萨医疗 嗯 交二十块 一年还是 一年 一年二十块 去年 去年 这是十块 去年十块 嗯 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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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业又到这二十块 二十块 那规定是应该多少 嗯 规定在上面 规定 就是 你们也不知道多少钱标准 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就是 去年 降业 你看 我到七十一岁了,剎了七十岁的脚了,六十几的脚了。 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少低。 有没有大病? 没有大病。 就是那你村里边有大病的人,比如做手术了,住院的话,这个一般是百分之多少保险? 大部分都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那平常这个头痛脑热,这个小病的,它是报多少? 三十日是最后不报。 不报,对。 少了一百块。 这里报四十。 四十。 它主要是在药上。 你看,路上有个人,有个人说,哎呀,花了七日,报完毕。 哎呀,它都没了。 哦,我说我不报,你,你报个,你病你害个。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应该调到我的话了。 我知道,听懂了。 对。 我说,我就不希望报,花个三十十一元费。 我讨计划了。 自己讨计划了。 对,你害个啊。 国家的销售,你拿得可。 乡里边这个卫生所,它这个现在都是个人承包是吧? 对,个人承包。 个人承包。 正常有一个卫生所。 正常。 像这个国家正式上班的。 他到这个礼拜天不是发假了。 对。 他礼拜六, 不上班? 他就到那个正式医院不上班了。 就到这个城堡医院,来了上班。 第二天,小七天,他就做一天党。 做到晚了? 早上开始,做到下午六点钟以后。 哦。 他又回了。 因为这个人在哪里住着,到余岭。 晚上六点钟以后,回到了七八点。 对。 他就走到那里。 又回了家了。 那就是一个礼拜只来一天,星期天。 一天多下。 或者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 平常就关着门,有个病就没办法弄是吧? 没办法看。 像这个医院看了一个大病。 像这个教授啊什么呀。 手术大夫啊。 那把他办不了事。 办不了事,对。 那他这个里边的药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卖给你们呢? 哎呀,你觉得贵贱呢? 那看,到那个,到那个,那一月,美元就贵了。 要贵哦。 被这个,要跌了,买个贵。 贵。 其他人的美元不高价。 不高价。 可是我这个人啊,我就怕多花钱。 就怕是,小姐把我还了。 断了。对不对。 我就问了,我这个盐多少多少, 又走那个盐铺,我问一问,这个盐多少, 拿个地点便宜,我就拿个地点买了, 就找个指导说,这个医院的盐, 为啥的盐,给这个盐的盐贵。 一般贵多少?翻一倍吗? 有的像这个材贵和贵贵。 你像盐贵的盐,给你举个例子, 这处的盐贵就是盐贵。 那像这个农民都有感觉吧,都知道吧? 还是不知道? 都知道,可是你参加医疗保险的人, 有大病肥兰可不行。 还得求他? 所以不敢得罪他? 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时候, 他们的盐贵,不是假盐。 盐贵的盐贵是假的, 他们的盐好。 合作医疗的这个承包人, 他说这个药店是假的, 他的药是好药。 然后他价钱就高。 价钱就高。 哄人哄得真很有技艺术。 对,还有叫妇女生产的, 就生孩子, 他能这个地方小卫生所能解决不? 还是要转送? 住一月少孩子。 现在不知道多少孩子, 就都住一月。 划个,有的划八遍, 有的划六遍。 好像合作医疗这个卫生所好像也不允许接生, 只能打个针头痛脑热治一下, 住院生产都得要分娩都得要转到大医院, 转到现医院。 就大一点的医院。 这一个这个是丢点的。 比如你腰腰三个医院, 几个医院人家才讲这个, 上边紫天秋天摆这个哈萨医疗。 就到几个医院, 其他医院人不给保。 那现在总体来讲, 大家还是满意。 就想着, 万一将来有个大病的话, 还得求准。 总比过去没有这个合作医疗这个制度, 以前要强, 比原来强。 我在陕北一个叫做新开沟的小村子里, 看到了一组农民画。 内容涉及农业税全勉, 义务指教育, 以及本篇所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话题。 令人匪夷所思的却是, 这些漫画的一个终结主题只有一个, 彰显业绩, 以及提醒不忘党的恩情。 原来你们得了病怎么办? 就没有合作医疗以前? 原来得了病了, 我忘了办法。 刚才有副大叔叔画个外人把戒, 刚才把戒了, 就悄悄留了戒。 对,全靠戒。 这一个人就检查了以后, 真不好的病, 像到了邀战, 我打个枣成员, 扩植的,就让人等着了,我感觉舒服点。 然后就等死了,就没办法了,是吧? 没办法了。 现在是有办法了,有这个医疗制度了,但是那个运作上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是药呀,柜呀,什么这个。 是检查这个,60岁45的检查。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 对,政府把这块,检查一个人80块钱。 可是最后啊,马上有检查。 马上有检查,一月,谁检查病啊,可是有10块钱。 检查完了,一开条,给你10块钱。 给你,反倒给你钱。 肯个一月了,漏70块。 你不花钱把人解释 对对他就80块钱70块钱捞不着 一份都捞不着 连爸爸捞不着 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吧 就村子里头 这个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对对那还可以 像你们村里边的这个 现在一个村里边自然村里 都有一个卫生所吧 没有 我们这个村里边 你围乘员死了 死了七八年 死了 他这个老年人死了还是怎么 老年人不是年强的 哦就死了 他就是原来这个 保健员 保健员对 就以前那个罗村 对是小医生 哦这个你 那他就是本村人是吧 哦本村人 那他死了以后就没有人 这个就没有再补上 没有就开没有再开下去 妈妈这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老婆的 老婆在这撑着 老婆的他就是 人家开下的广汇 就是打个打个肌肉掌 哦打个肌肉掌 嗯 再来他就是 为一般的每个 感冒员 嗯 就打个肌肉掌 这车断切了吧 对对成了赚钱的 哎就车 骆驼人就算切了 来 算两个了 咱俩一人一个一抽 可以 跟你抽 没没 两人一个 我包里有的是 我专门从北京带的烟 我喜欢抽这个烟 嗯 别的烟我抽不了 你有火吗 哦有风你自己点 哦对 我主要是觉得 现在这个卖高价药 这个现在是普遍的 哎 我了解的很多地方 卖高价药普遍的 那你现在 大家还跟那个卫生所 不敢发生矛盾 就想着 就是今儿多刀一点 明儿那个大病 万一有个大病 他能给你包含点 是吧 爸 你万一 现在小病人进病 也治不了 嗯 想说是 转悦那些不就转悦 也就咱们打 咱们打 不给转悦 他也会 转吃了 嗯嗯嗯嗯 这一个病人 所以 注意天命 所以就能收入 我这个老婆 手机 嗯嗯 就打几个人承包的 嗯嗯嗯 原来的说挂家 正是 正是一扇 嗯 正是一扇的 呃 承包以后呢 就 嗯嗯 嗯嗯 改静划浮水 哦 改静刀治疗 嗯 就是个 维持 等 嗯嗯 呃 龙头人说 就等他死的了 嗯 叫 液气的 嗯嗯 可是他在说 哎 你们老婆老气了 再住我几天月 哎呀 我说再花几天 住月 住一天 还了几十块钱 嗯嗯 住我五六天月 花几遍块钱 另外人还不定死 还死了 嗯嗯嗯 跑门为止 我告诉你看 你保治吧 你保治了 五万块钱 嗯 我连你一方也不去 可是你治不好 嗯嗯 你要不成气 我还有 找你的麻烦 嗯 最后呢 这 这把抗去 嗯 那现在 夫人现在 老太太 怎么 先去世了 已经 哦 去世 哦 对 这你说的 改风水 那边有治 嘛 就是 嗯 这都是 疑难就是 不治之症 因为这一个少年 就是虐强的 治不好 嗯 等他把你维持 不能自首说 嗯嗯嗯 就是眼困治了 对对对 嗯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在农村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拿农民的话来说 扶皮 疗草 报销的标准 大病小病的界定 卫生员的培养 以及卫生员的生存来源 含有仅仅停留在赤脚医生水平的医护水平 尤其是 那些在城市里丧失了市场的医药代表们 又开始了农村的转战 问题绝不是一个政策便可以统领的 为此呼吁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